歡迎收看我們的山學堂 剛剛我們已經介紹了很多 主要好像是在美國這個部分的嘛 現在儀手上拿的這一尊呢 剛剛他們很特別交代我不能摔喔 這個是日本 這是日本系列的 是陶瓷的嗎 不是 不算是吧 這個是什麼樣的材質 也是蠻特別的 這個是近一帶來的對不對 對 算是一種塑膠啦 塑膠 而且它也很特別是 對不起喔 小姐 就是它的關節 它也都是做到像這樣子 完全都可以動 跟過去我們看到那個 日本娃娃穿著和服 擺在這個玻璃箱裡面 是完全不同的 它好像有一個專有名詞吧 對 我們娃姐叫做BJD 就是Ball Joint Bob Down 對 就是球體關節人形 是 不好意思 那可不可以請靜怡來介紹一下 像日本系列的這些娃娃 在設計上面 跟歐美有什麼樣比較不一樣的呢 大家其實就很明顯的 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娃娃的臉膜 就已經跟我們剛剛看到那種 不可疑是那種驕傲的臉膜 已經不一樣 它們走甜美的路線 對 日本基本上 好像幾乎沒有發展出什麼 Fashion Dao的比較少 它只有發展出那個珍妮 對 對 對 珍妮那種 不過珍妮的臉膜 它早期是來自於芭比 對啊 OK 那所以以日本日系的娃娃 就非常符合我們大家 對娃娃的想法 就是大眼睛 對 大眼睛 然後很夢幻的表情這樣子 那BJD這一系列的娃娃呢 就是他們是 他們是號稱說他們的臉膜 都是人工去打造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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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就是在價格上 所以通常如果說我們 一隻BJD娃娃 我們都要花費時間 去等待它的生產 對 對 對 它並不是說今天做好成品 然後在這邊販賣通常很多都是 必須要用訂做的方式 對 對 對 所以它價格又更高囉 價格又更高了 對 對 對 如果您有時候可能會在一些地方 玩BJD也是一個族群啦 他們也會常常扛到他們娃娃 到外面去拍照 留念啊什麼的 那我這一個是小的 大概只有 就是所謂的六分之一的人型 那另外有所謂的 三分之一的人型 大概有 七十幾公分 七到八十公分 七到八十公分 那像那樣的娃娃 通常一隻 這就是大概四五萬塊以上了 大概二十二吋啦 比較大的 那個叫 他們會俗稱為SD SD 哇塞 七八十公分 那不是已經上幼稚園大班了 對 大班 差不多五 六 五歲 再出去照相 要給她做那個car seat 對 對 好 我現在最好奇的就是 像你們兩位開始 在收藏娃娃的之後 對你們自己的生活 會不會有一些改變 我先問季儀好了 因為已經帶小朋友來錄影 我剛剛就說 那你覺得媽媽這樣收集 小朋友有自己二十幾隻 媽媽一百多隻 而且你會讓他玩嗎 你的玩具可以跟小朋友分享嗎 對啊 不行 因為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這不是玩具 這是收藏品 對 對 對 那你會不會覺得 你把比較多的時間 是花在娃娃上面 而不是花在小孩身上 有沒有也會抗議啊 對 有沒有這樣子被抗議過 應該還好啦 我覺得我是把照顧小孩 剩下的時間 再來玩娃娃是這樣子 對 這是一個調劑 而且他教育小孩說 人家他不會穿衣服 你會你自己穿 我來幫你穿 是這樣吧 照顧弱勢族群 其實我覺得這一集 應該可以延伸 就是他們背後的那個家人 是 像剛剛他先生那個金主就說 其實我們也是有一段過程 是 我想這對我們男性來說 是很重要的 對 對 我很好奇 就是說一開始興趣 一尊 兩尊 當你興趣越來越濃厚的時候 像你還要投入學做衣服 還要去 那個花費上 會不會是一個負擔 基本上我是職業婦女 那所以我就會有一些預算 做在我的興趣上面 那老公他就不會再特別干預 那老公會對我的娃娃 有一些支出 例如說他會問我說 你今年生日你想要什麼 那我想說好吧 那還是來給我一個娃娃 因為這樣我就可以 今年我就可以說 老公這是你什麼時候 送給我的娃娃 現在已經爭執了 像他上次送給我那個娃娃 我跟他講 五千塊其實已經增值到八千把了 對 那個也是 Jason Wu的一個作品 是 大概多久的時間 他從五千多變成八千多 拿到我的手上之後 馬上就 因為他是一個會員娃 那我也是透過靜宜 幫我一起訂購 這是會員娃 那有一些娃娃上出錢 這個級別更高囉 這好像比買股票還容易 因為他限量 他全球限量才一百多隻 那就真的要有些門路去 我現在感覺你們的友情 非常的堅強對不對 透過這個娃娃之後 一定有馬上有新的消息 就馬上Pass給你的 這個好朋友 對 所以你們有進也有出 是 就是說你們的東西 雖然是收藏 但是如果必要 你們還是可以賣出去 有些玩家甚至於會 是買兩個娃娃 那一個娃娃就 一個自己 一個是收藏 一個是自己的娃娃 對 一個拿出來玩 那另外一個是收藏 等著增值 因為通常我們娃娃 如果說你是原封 放在盒子裡面 完全不動的話 對 那個多少 都有增值空間的 原封不動 就是不拆包裝 對 不拆包裝 那這樣我們來 馬上問問看事真的 如果說真的有人 現在大家很多人 想要做投資 已經不見得 只是所謂房地產這些 所謂的很多收集品 藝術品也算是 那他們如果在收集娃娃 這個部分想要做投資 要注意哪些事情 其實他們假如 以收藏達人來說的話 他們真正興趣 雖然講是投資 事實上他們都不會 以賺錢為最後的目的 那你會發現 他們的行為上面的話 就是說他會買一支 然後接下來 有增值空間的時候 玩得差不多了 再把它賣掉 再買另外一個 他就一直在水準船高 就一直把價格 提高完的時候 他可以再買更好的東西 所以他就等於是 把它興趣也好 或者是那個價值感 提得越提越高 但是中間反而就是說 在金錢上 我們通常就是講花費嘛 可是他們獲得的部分 我是覺得更多 心靈上面的 心理上面的 跟朋友之間那種互動的 訊息交流的時候 你不會無聊 你不會沒事一個人的時候 還在想說 我這邊明天要擔心什麼 後天要擔心什麼 去想要那些東西 我就看看 心情不好的時候 看那些娃娃 就很有 就會比較有 心情就比較好一點對不對 那像靜宜的話就是說 可以幫娃娃弄一些造型 或者說幫他拍攝 去研究 他就當他專注在一些東西的時候 事實上他就可以在這裡頭 會把他一些心情上轉換 那如果真的有人要做價值投資的話 大概就我對他們的了解的話 事實上他還是要看未來 那一定會看幾個基本的原則 當然問他們會比較清楚啦 但以投資的角度來講 我們通常我們台語 我們那個台語就講一個叫有航無事的 就是你即使說價值是很高 但你賣不掉 自己在那邊喊 喊得很高也不一定有用 所以最後還是要懂得有欣賞的人 所以最後一定會有一些說限量版的 一定是價值空間 增值空間比較高 或是說他比較特別的 有一些特殊意義的 或有一些代表性的 那事實上他們會以這邊作為收集 所以資訊的交流就很重要 他們就要常常在那個社群當中 在討論論壇去瞭解到說 大家都比較喜歡怎麼樣的 未來這個東西 假設我要去買的話 有人就會考慮 未來賣不賣得掉 或是說他的增值空間高不高 他是先以這個考量來作為說 他們要不要買這樣的一個 一個娃娃作為他的收藏 所以這都是要考慮很多的點 所以其實網路這個網路 也讓這些玩家有更好多 對 沒錯 不過我最後問一個最小的問題 就是小小的問題 就是說 像你們這樣子的玩家族群 最老的 你們發現過幾歲 104歲 昨天我看到養護的新聞 不過他是一個富豪 是美國的一個女富豪 那他 他就是繼承家裡的產業 那他們家的產業 包括有礦業 木材 還有鐵路 因為他後來他 在婚姻的生活也沒有幾年 然後他之後就會激情 就是在玩娃娃過了比較低調的生活 OK 所以我們可以說 玩娃娃可以讓人長壽嗎 他有一種精神療養的功效就對了 你們有沒有想過 你會跟娃娃講話嗎 你們小孩要不要承接你們這些東西 變成傳家之寶 對 其實在美國 你們很多娃娃玩家年紀都滿大的 他們有一些娃娃 就是玩家的會員大會 很多都是五六七十歲 滿頭百把的 老爺爺老奶奶出來 對 他沒有經過那段歷史 他也講不出來他們的故事 可是這裡面也有很多他的回憶 五十幾歲的芭比娃娃 其實是從年輕到老 五十幾歲 如果真的收藏 他如果十幾歲 開始買芭比的話 那以芭比 那這樣子如果小時候 有在收芭比的人 他應該也是要六七十歲了 是 哇 真是 不能小看一個伙伴 沒錯 好 其實我想說到玩 這個收集東西 前古人我們其實講玩物喪志 不過換了一個時代了之後 我們突然發現 有的時候 他也有另外的功效出現在裡面 健康的對待 沒錯 我想如果說今天這一集 能夠激起大家對於芭比娃娃 或者是其他這種 飛鮮鬥的這種興趣的話 應該上網都可以找到 他們的資訊對不對 好 非常謝謝我們今天的來賓 這簡介是我們電視機 前面的觀眾朋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 所以你們這些如果 再收集個十幾年 那不得了 我是很好吃 我爸能花多少錢 自己很足貝 想去經理 要帶我去一起 這個老公不要看 來... 屬於百萬圍單位 請問有幾個單位 應該算幾個順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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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